当以公安局还在找她的,叫叶炳华的,昨天晚上还敲她家门呢。 当天你不是说川区要三十多个人吗? 对的呀,我肯定换一换给你好吗? 嗯,好。 那个,叫邵成平的,叶炳华,江桂芳,田小燕, 我们群少有顾建兵,朱汉晶,朱瑞华,陈庚昌, 被了解的很多,你包括带保健, 因为那天去根本就没有过街的行动吧? 老百姓手上有的是空白合同,有的根本就没有合同, 等于百姓那个住建部要求他们,他们不是到百姓上访吗? 他们给他就是说你回去找区,你直接找那个,找南东市人物要这个东西, 就是那个原始的,我们这边下面上报的那种合同, 所以他们要去查合同。 还有就是说,你拨给每个拆迁户的到底多少钱,他们要查这个, 所以,一个财政局,一个是建设局嘛。 主要是你找他要那个东西吗? 他就拿火了,因为他里面是很大的。 因为他根本就没有这个东西啊。 他就拿火了,因为他就没有这个东西。 他就拿火了,因为他就拿火了。 他在火了,因为他就拿火了。